他是我养了一个五年多的储物 他买的时候 他只有三公 现在是四百公左右 那一件事情买菜 然后回来的时候 我就让他给我托着 让他出现日用吃力食 有了他还需要屯菜吗 园区封闭之日 就是他报案之时 怕对孩子眼睛不好 所以就限制看电视的时间 工具比较近 结果两家孩子就拍窗户 看对面的动画片 这也放不住啊 我就好奇一个问题 你们两家都晚上 都不拉窗脸吗 一个姑娘住了我们的房子 这个房间太臭了嘛 邻居举报了 然后物业通知我们了 刚进去的时候 里面真的是太脏了 因为他两年没有认垃圾了 也感觉到不好意思了 就不住了 我们请人 花了两千块钱 早上就把垃圾清理出去 很大的垃圾桶 27桶垃圾 就这环境都能活下去 姑娘你还租啥房子呀 直接睡垃圾 对一多剩钱呢 差不多一个月了 一直没掉到鱼 甩出去 感觉还拉不动 杆子都快炸了 上了一头猪 到时候我就直接捐线回家了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你这个新手大礼包 属实有点过于沉重了 乘客打车 低哥居然指着电台说 实际加气 这要不是别我来扯的你 他们呀 我跟你说 那不是电台吗 他电台在这 那不是收音机 现在收音机电台的 都是该电台了 我知道 你往前面再走 我看他能变到呢 他说变到一百块钱 他说我不给你支付一百 啊 就那是先去吃了钱 你家里不是八十几块鸡的吗 我不给你摇你 我看你 这颗车好严 叫我就打车招一天 反正咋开也就那点钱 你敢侮辱我这场 我就让你倾家荡产 像呀 这就是我的手 还跳得更好 雪